1,390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五四 中症百分之零點四三 重症百分之零點零三 輕症患者多 實行居家照顧的縣市也越來越多 除了輕症在家照顧 指揮中心也放寬本土確診患者的 解隔離標準 在發病日之後 四天內兩次快篩PCR陰性 或者是CT值大於等於三十 九天之內進行一次篩檢陰性 到了十天以上就可以直接解隔 看起來就是說 第十天以上的這個檢體 事實上病毒是都沒有辦法培養出來 顯示說這個傳染力已經是可以認定 為不具傳染力 逐步放寬 解封步調繼續往前走 確診人數持續升高 車之中說預估臺灣染疫率 在百分之二十 三百五十萬人 確診之下 現在臺灣擁有的七十萬份藥物 儲備量是足夠的 同時實名制快篩試劑初步規劃 也跟著出爐 其實在市場上還是要把它維持住 然後第二個實名制讓大家有一個公平 評價的一個機會來做購買 那必要的時候可以來使用 預計是五支一袋裝 一支壓在一百塊以下 做好萬全準備應戰 陳時中說只要不發生猛爆性的傳染 醫療量能基本上都hold得住 確診天天標新高要防疫 也得好好過日子 兩邊如何拿捏 將是接下來的重要關鍵 華爾街的外站請見到台北龍